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所全球最差劲的酒店就坐落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面 我们平常看到的酒店也好 普通房子也好 四面墙加一个房顶都是最基本的设置 但是这所酒店却彻底刷新了我们对房子的认知 因为它只有一面墙 而酒店里面也是简约到了极致 只有一张床和简单的几样床上用品 住在这所酒店不仅用水用电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就连上厕所都需要自己去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 对于普通人来说 住在这样的酒店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毕竟除了要克服这些外在的因素外 还要克服一下自己心理方面的因素 住在这样一个四面透风的酒店 尤其周遭还是荒山野岭的环境 如果碰巧是胆子小的人 先许这一晚上都无法入眠了 虽然这所酒店的住宿环境异常简陋 但是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就必须支付1700元的住宿费 可饶是如此依旧有很多人抢着过来体验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上有钱任性的人还真是不少 有不少网友表示这些有钱人就是花钱找罪受 在家舒舒服服睡一觉不好吗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